他就是我的依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早晚不是得买吗 你那手机不用换 是我的手机不用换呢 我这个工作 手机必须得是好手机 然后你呢 那你天天玩手机 玩游戏 你不用换新手机吗 行 手机咱不说 前几天我大姐 给你打电话 我大姐说 孩子在家 不懂事 把他爷爷奶子 气得够呛 气生病了 说让 接到咱这来生活来 那你跟我大姐咋说的 你不说 你说这事我 我管不了 你这得找他亲妈亲妈 让他们自己研究 这事去 对啊 那必须得找他亲妈亲妈 当时咱俩 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我给孩子压岁钱 孩子当时就给我撇回来了 我当时我就觉得 孩子是不接受我的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会给孩子造成伤害 然后我当时 跟没跟你说 我说咱俩 别再继续下去了 别输了 当时你死活不同意 你说 孩子不会跟咱俩一起过 会一直跟他爷爷奶奶在一起 这不是你说的吗 但是现在不出现状况了吗 他爷爷他奶奶 现在不生病了吗 我不信 你说孩子都15岁了 他也应该跟他爸 在一起生活几年了 那你说 咱家现在就是两居室的房子 我为了我姑娘上学方便 然后我在学校跟前 给我姑娘租的这个房子 你让这两个孩子在一个房间 他在那玩手机 他在那学习 你觉得他不影响他学习吗 就是不影响他学习的前提下 你说我姑娘得怎么想 他能在那玩手机 我为啥就得在这学习 他也不是总在这 我姑娘高中了 最重要的阶段 他也不总在这 他不是住校吗 住校他是不是也得有 在这的时候啊 有 又周六周天吧 你说前几天我把钥匙都 给我姑娘了 人家把那个门锁给换了 怎么的呀 那你是在你没跟我商量的前提下 你把钥匙给孩子了 我当然得换了 房子是我租的 我是为了我姑娘上学方面 我才租的这个房子 然后你们要来住来 为啥呀 凭啥呀 那不是说凭啥 那咱俩结婚了 咱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那我姑娘是我的姑娘 那咱俩结婚了 不也就是咱家人吗 当时如果你要不是 不是说孩子 不会跟咱俩一起过的话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我当时跟你在一起 只是说的你对我好 就像我姑娘说的 你对我就像对孩子一样那么宠 所以我才跟你在一起的 你现在给我整出这么多事 我当然不愿意了 咱俩现在已经解完婚了 解完婚以后 这出现这状况了 孩子 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了 我拦一句行吗 等于你进家门之后 跟他家所有人的关系都不好 那现在就是 你把这老头带回你那儿生活 让他跟他们那家里也没人 一刀两断 你觉得这事可行吗 不可行 那别吵啊 想办法呀 就是他这个态度 我听明白了吗 实际上面说白了 就是你跟他家里面 人在置气嘛 置气直到最后 反正现在就按婚前的协定来嘛 你们不是谈了三年吗 都没看清楚这个人啊 我俩是认识三年多 然后结婚不到一年 应该是两年的时间 不过这两年的时间 他一直对我挺好的 对啊 那他 他这个伪装也太厉害了嘛 我就觉得他现在的立场 他家人怎么对我 他没有立场 不是 我现在没听出来 他家人怎么对你嘛 小话说了两句嘛 对吧 也就是这样了嘛 我没听出来 他家人怎么针对你啊 就你那个气来自于什么呀 我就觉得他这个态度一直是 是不是觉得 他的心没在你这儿 更多地坐向了那个家里呀 我是想如果他的态度 如果要是对我还像结婚以前那样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咱们不 因为结婚以前那样不知道是什么样 你所谓的好一些是什么呀 我就觉得我当时嫁与他的时候 我就决定嫁与他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对我好 因为之前的那段婚姻就是 那你觉得你对他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对他还可以 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好啊 特别好吗 不是说特别好 那男的对女的好 就是应该的嘛